嗯 这是 离院星光 原来是新皮肤啊 安娜姐姐你快干 什么 又出新皮肤了吗 别急 我瞄一瞄 原来是京剧里面的服饰 我看看 这次是小转盘军须 差不多就是先抽到某个东西 然后就能获得什么奖励 道理大家都懂吧 而且这种小转盘军须很容易提前出 所以安娜这次又准备了一点点点券 应该够了 废话少说 开始入坑 六次宝底抽到脸谱 出了个三级包 能装物资 不亏 继续 就是六次宝底抽到脸谱 出了个三级头 能搭在头上 也是不亏 还是六次宝底抽到脸谱 出了个挂件 能挂不亏 继续 六次宝底抽到脸谱 出了个降落伞 这降落伞的外观 挺少见的 最适合安娜这种跳伞冠军了 还不错哦 六次宝底抽到脸谱 可算是来了把枪械皮肤 虽然不怎么用 继续 六次宝底抽到脸谱 出了把狗闸 就是一把枪械皮肤 贴脸钢枪神器 不错不错 六次宝底抽到脸谱 出了个二级头 奇怪 怎么都是六次宝底 哦 提前出了 还是六次宝底抽到脸谱 居然给我提前秒杀了黎原星光 果然提前出了 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啊 现在还剩下M416和几个头盔背包没出 差不多花了500多抽出黎原星光套装 剩下的全抽出来 应该一共要900多吧 不过安娜毕竟是平民玩家 所以剩下的就不抽了 能省一点是一点 对吧 小冬 全部不抽的花 你省900 我都抽出来了 好了 结束战斗 咱们赶紧去仓库装备上 然后进游戏瞧瞧 走走走 - 慢慢去 来了- Champions- 看到这些脸调子和较乐价线的脸调 ok- - 次战斗 Para 建设了脸调子和较乐价气团的开心 看到这些脸调子和较乐价的素质 远击 换 excited 红队或红队的超声选手 被终结了